正在北京举行的第15届科博会上 汽车科技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停在场馆外的两辆绿色大巴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那么这看着是一辆普通的大巴车 但它其实是汽车里面的一个新生物 因为它不依靠汽油柴油这些传统的动力能源 也不依靠电力这样的新能源 而是使用压缩空气作为它的动力 就是压缩气体经过加热之后 它得到了1244倍的膨胀压力 然后来驱动发动机再驱动发电机 这样得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续航里程 通过这种自主研发的高效率空气热质交换 空气动力车的时速能达到每小时140公里 续航能力为200公里 我是开车的 我非常感兴趣 我从辽宁过来的 听说以后立即赶过来了 这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因为它利用空气是用不净的 取之不净用之不绝的 和其他参展项目不同的是 这两辆停在展广外的空气动力车 还能在行驶中向人们展示其节能和环保的本领 这种空气动力大巴车 它喝进去的是空气 排放出来的也是普通的空气 因为成分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也不会存在二氧化的含量超标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可以看到这个湿纸巾 在这个排气管这经过这个测试之后 可以看到反过来 不会有任何的污染在上面 而且这个尾气 可以看到我这样 直接的呼吸 也不会有任何刺鼻的味道 专家介绍 压缩空气的供给是持续的 发动机得到的是平稳动力 所以相对于汽油柴油 这种通过爆燃得到脉冲式的旋转动力而言 会感觉行驶起来更加平稳